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 我是主持雪玲 有馬二 無係 贏者 今季因為有馬資 無係回來了 在開始之前補充一件事 就是因為賣AudioCast的應運條件有所改變 所以大家看到我們用的Podcast服務 已經暫停了一段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想聽 如果想在智能手機上聽 建議大家可以先上香港網台app旗下的Radio 或者是Radio那邊找動漫無窗的節目來聽 至於Podcast方面 會再考慮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先說回新番 新番第一套 剛才說了馬資 馬資的作品應該是神作的機套才是最深刻的 但不知為何 我看這一套的時候 我一聽到Holiday的心跳 我就想到Androbeast 不要這樣 Androbeast Androbeast是超多人 他已經修煉了 這次就修回幾個主線集中的認真相 你錯了 Androbeast是多人 但那些人是男 但在上 現在我這樣說 做三集 有些人經常都說 不要跟Androbeast比較 但老實說你很難不比較 始終都是動畫原創 始終都是麻痣 對啦 都是麻痣的東西 感覺上你一開始妄想 其實我覺得你怎樣都是好一點的 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那個世界基礎 建議於是一個我們常識 規例可以理解到世界之上 至少三集 至少三集看起來 我知道他在做什麼 這是最基本的 你確定你知道他在做什麼 暫時來說 那你很明顯 你那個生活 應用 你我們的常識 可以在裡面 當然你說有超人力者 但你現在基本上 一半作品以上 都有超人力者 總是多一點超人力 這個我可以理解得到 但在上 至少我頭三集的感覺 其實還可以 我講講我頭三集 我的感覺 頭三集對我來說 我的感覺是什麼 他是把Angelo Beast的角色 搬進了一個現實的舞台 加入了超能力元素 就是這套作品 因為 那也是不好看的 我看這套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是很想拋開這些東西 但他裡面的角色 我這樣講 馬芝蛇的元朗的角色裡面 不是說沒有這麼脫線的角色 你好像看 葛拉多也好 卡龍也好 主角都是奇怪怪會套租 或者他身邊的朋友 通常都是非常之慘的 這套路也會見到 但你見到就是什麼 主角都算了 主角叫做什麼 只不過是一個 簡單來說 是一個 種異病 種異病發作的人 最要明白的是什麼 我是見到高成 高成是很像 過往麻芝蛇裡面 很悲慘的角色 而他裡面 因為他那些超能力 那些影射 他最近那套 給了我最深刻印象的 就是Angel Beast 即是他那種速度 然後一腳伸進去 但他自己化為炮彈 飛過去那種能力 我是很有代入感的 曹志祺也有說過 Angel Beast 他承認是有點不足 他想在這次改善 但問題是 我想看動畫版來說 他還是決不到遊戲 你明白 還想由遊戲轉型去寫動畫 虛擬寫得好 虛擬寫得好 虛擬本身的文學根底 好 他可以多看一點 但麻芝反而缺乏這件事 所以他寫出來的動畫 都好像遊戲 那我也公道點說 其實麻芝的作品 就算我當你本來的 就是這些 他那個作品本身的 多數都是比較慢一點 就是頭三集 我反而對麻芝的作品 那個要求不是很高 你知道就很簡單 真的說我看得明白 我只要明白 他會透露他 另外你不能說 突然拋很多 我不理解的東西 又不解釋 對 我是最怕這些 至於你說 你會不會慢慢浸出來 其實 你麻芝的作品 一向都是這樣 Granado A.S. After Story 即是說頭十幾集 你都是這樣的 都是這樣的節奏 你都頂得上 即是頭三集來說 我承認的是 剛才的樹林所說 他的角色好像是重複了 總是要有一個搞笑的角色在 沒有他的角色 就是整個劇本 就不麻芝 這個可能是他自己寫的時候 真的有一個慣性 即是沒有這個角色 他周生不自在 你不就當是一個麻芝風格 但他的作用 是不是僅限於搞笑 我又不敢說 絕對概觀定論 那都是三集而已 或者這樣說 其實我最主要擔心 你說麻芝本身寫的一些劇本 其實他裡面 他沒有一個很深切 即是設計的路向 是很深的一些設計 例如說 有神秘組織 你那些東西 因為你一涉及那些東西 就要怎樣解決這件事 其實麻芝一直裡面 就算Granado 那些人 他那些說 死有世界也好 其實Granado 神秘病 光玉 那些東西 其實他是不需要解釋 對他來說 就是 你只要知道有這個設定 就足夠了 或者純粹是一種奇蹟的存在 你不需要理會他 這種力量 究竟會不會有敵對勢力 這種力量 但是 無論Andro Beast也好 或者這套Sharad 都好 其實他都是有一個這樣的問題 而有這樣的設定 就是 有對抗 他裡面說 這個世界其實是一個系統 有一個系統 而Sharad 這裏就是 他說 這一班所謂 不完整超能力的人 就有一班人 就會想抓他們 去做實驗 我經常都懷疑 他說這些都是一個 偽的系統 就等於 Andro Beast 他都說到一個系統 最終他都沒有解決過 這個系統是怎樣 就是 他那個籠子是告訴你 沒錯 我有這樣的世界 有這樣的系統 但其實他怎樣出現呢 他不會解釋 我這樣說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 這套是想解釋的 因為 我這樣說 因為感覺上 其實挺特別的 就是說 他少了過往 他同類作品的一些神秘感 為什麼我說沒有了一些神秘感呢 不是說 他的劇情全部東西 會已經攤出來給你看 但是 就是剛才你所說 他一開始已經說到 一些情報機關 或者政府什麼什麼 會去找這些超能力者 各樣東西 就是他好像 將那個對立的元素 已經一早放下來 你平時就不會見到這些東西 那他是不是想在這方面發展下去呢 當然 你也可以說 他發展下去 其實依然都可以 不解決很多事情 例如說 不解決他那些超能力者 從哪裡來啊 這些事情 當然也不一定要解決 很多作品都沒有說到超能力者 怎麼來 我覺得那個感覺上 就這樣看上去 和你過往的作品 是有些少不同的 我同意的 我自己覺得不同的地方 在於什麼呢 就是過往的作品 學完系那些 其實你就說 他已經有個 可能有個期限 他會留在這裡 其實你就很鮮明知道 這個故事 其實會走向什麼 但是 現在 這個故事 其實 暫時 那個主線其實是未明朗的 Android Base 你都說 他在開頭 就算 即使你 他可能會欺負你 總之釋懷 就是會有危險 我一定要留在這個世界 somehow 這些設定 但是 他現在說過幾種設定 就是 這些超能力 是有缺陷的 而這些超能力 就是當你過了青春期之後 就會消失的 這個其實是構成不到一條主線 究竟說 這個故事是想怎樣走下去的 因為青春期消失之後 就自然推出這個故事 可以不用做下去 也不要威脅我 而且這件事不同 你Android Base 你升天 或者昔華 你走了 我沒有精神的 但你同時 真的有你哥哥 動彈的精神給你 告訴你 有什麼事 冬花豆腐 你的未來就是這樣 你先看過 你沒有理會 後來你會說 我不解釋這關 不解釋什麼捉人的事 我不會理會 但是這樣說 剛才阿毛孩所說的事 我都理解的 但是 當我看到二三集的時候 我看下去之後 我就覺得 其實你們都不是很怕被人捉 你要明白 就是在第三集 他救過歌手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你們幹什麼 然後我說 其實我有超能力 是不是很威呢 那我告訴你 其實這件事 我剛剛都想提出所說的 想說的一件事 就是所謂那些什麼 星海學園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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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如果這件事 放在其他作品裡看 好明是一個局來的 就是政府設了一個局 讓你們自己在一位 其實我在觀察你 就是這件事 一定是這樣發生的 嗯 麻枝有機會不是這樣寫的 因為麻枝是一些很理想性的作者 例如被虛淵肯定寫死了 一定是有人在觀察中的 例如虛淵肯定 麻枝是真的有機會可以告訴你 其實這個學員真的在保護著超能力者 最後可能會有一條很感人的學員故事 什麼什麼什麼 有這樣的機會 甚至乎 或者是政府將有問題的東西集中在一起 這樣容易管理 是啊 但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真是麻枝要怎麼想 但是至少我會覺得 不要想著那個女主角說什麼 我們要照單全收 老實說我覺得 好可能其實那個女主角自己都蒙在鼓裡 擺明其實她自己都是被人利用的 有到我的猜測時間了 如果我猜測這套作品的話 唯一的局就是什麼呢 超能力消失的時候 不是普通的消失 是跟她的能力有關係的 你信不信她夠膽死可以寫個故事說 那個女主角的消失的能力 就是會令到她 當她的經常人沒有了之後 她是其他人看不到她 即是反世 是的 你才是 原來只是說 男主角就是沉不沉未未 這個故事是不是很催淚呢 我不知道 類似 我覺得其實你說 如果你說這個局來講 她一直叫做 未表到很明白 因為其實在說她的哥哥 她的哥哥是什麼呢 是被科學家玩弄完 玩弄到個人殘了 就變成一個這樣的人 有沒有留意哥哥 見過一會兒 他有一個生前是什麼 可能就是聲音能力 可能像你說的 就是被聲音反過來 就是 那你這麼說 高城反射很嚴重 她的願望就是 光速行走中 不是 她的能力是光速行走 她沒有了這個能力之後 便能夠走歸 不是 她可能在任何東西都可以光速這樣 可以自己歸 她可以對應外欣鮮探 相對論 就是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男主角她的能力 就是 柔宇她的能力 就是 她可以操控她視野範圍內的一個人 的 行動 嘩 是不是變成大地之母 你不如說 上身會遲些 那種能力 僅限五秒 但其實她的能力 開頭的表現其實是很奇怪的 她的能力 因為我看了那一段幾次 她介紹她自己的能力 她就說 她只可以 在視野範圍內 上一個目標的身 五秒 期間 如果她上身的話 她自己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體 但是 她出貓那一刻 我覺得 沒錯 她要找最聰明的那個 然後去抄他們 其實她是不需要抄完 當然 你說這傢伙其實 她不是不聰明的 她知道 抄死一個人的答案 肯定被人知道 我出貓 所以她就 上不同的人身 但這傢伙的記憶其實都很高 她這樣上五秒五秒的話 不是五秒的事情 我相信一個正常的人來說是記得的 如果你說這個 你會很細緻地說 我想她那五秒就不是抄完 就是這個抄一分 那個抄一分 但是正常 如果這樣算 她怎樣抄都不可能高 那些人的分 沒理由每一百分 那些人都不太適合 這個其一 其二就是 其實我覺得她有一件事 就是說 怎樣說呢 因為她出場的方式 加上她的畫風 令我覺得太像這個Lutif 所以我第一個感覺 就是她會不會先解釋到她的能力 她有解釋到的 但有些事情很不清楚 就是想第一件事 可否重複呢 你這張照片其實可以重複 你不重複 你不重複 你有魔人出貓 第二件事 你重複會不會中間要一個 冷靜時間 喂 你說五秒而已 我上完你的身後 再上你的身 無限上 無限上 那是沒有意思的 你那五秒的限制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你告訴我 一天只要上一個人的身五秒 那這樣就不同了 就是你有了一個限制 有限制 是的 但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你解釋完 你好像解釋得不是全面 那想怎樣呢 其實 我無懈講的那些事情 也是我一開始所講的 而且另一個問題是什麼 其實這個人 應該是 剛才無懈講過 他是考到最高分的人 要考到最高分的定義是什麼 你根本就要知道 你上身那個人的答案 究竟他是不是對的 即是如果你知道他是對的話 不是 他有這個判別的能力 其實你根本就是懂的 我上十個個身 有九個人答案是選D 一個選E 那你現在是D還是E 你現在是 你沒可能記了整份卷 你只是記了一塊 如果是他的能力 他就是完全記憶 不是 如果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份卷一定答不及多 我告訴你 我也是這樣說 即是你要做一個統計學分析 就說 這條問題有90%的人答B 有3%的人不答B 有6% 那計是說 而最高分的幾個人 有幾個人是答了這個答案 你這樣分析完的話 你的份卷是不用答的 你還要考慮一件事 那條題目 會不會陰你九成的人中的招 你又不知道 這條題目 不要想那麼多 這條題目 有九成的人和你陪葬 沒問題的 我覺得OK 但這些選EA位 會覺得有點不合理 即我是有少許皺眉頭 奇怪 不過這些事件 其實純粹是說 展示 對 不過始終我又覺得 他解釋不完 即是說 有沒有限制這些事情 其實第一集的事情 你要說這些事情 我覺得合理 你不是很像 《死亡筆記》 展示這個《死亡筆記》 現在《死亡筆記》 崩壞 第三集已經爆肚了 問你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人劇棒 他已經要在浴場相對 他設定方面 其實你見到 是比過往麻痴的作品 是來得說得多 以及說得明白 正經的說 說得很明白 我認為是簡潔一點 純粹是說 有些人 有些超能力 這些超能力 會衍生到什麼事件 而我們相對地 這套作品的人 都非常之討厭 其實我很欣賞 當男主角被人發現出貓之後 他打擊的女生 然後跟她說 你只是我來 有些事情是有來有往的 我們分手 那一刻我簡直是覺得 在這套作品裡 我覺得是最好看過一幕 不是看人撲 是開心的嗎 這個是香港人特性 香港人特性 其實反差很大 你見到這女生 好像是溫文爾雅 有一點內向憂鬱而文靜 但是 你見到 你見到 這女生是假的嗎 你見到之後 那女生跟她說 我要轉校 你以為會有一個 可歌可憂的分手 但是她說 那個位置多麼無實 我只能夠四個字 探為官司 糟了 說個配角這麼長 這套作品真是陷入 當然你說 有利他找主角回來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能力 可以控制人五秒 其實他是為了combo 他是為了控制一個人 限制他五秒 然後用另一個角色 高成 的瞬間移動力 其實那個不是瞬間移動力 他是高速移動力 就是自己控制不到 撞過去 可能是現在控制不到 可能他升級level 沒理由的 他應該噴全貴的 沒有可能 他是搞笑角色 沒辦法 但看上去 其實感覺是比較清晰一點的 暫時 你們的作品 很簡單 在麻芝的作品來說 算是比較清晰一點 好像還能看到 他伏了不少筆 這樣 大體上是這樣 但是 有些東西 好像很簡單 我忘記第一集 其實有幾個畫面 就是說 主角拖著他妹妹 另外旁邊有個男生 那些 這些不知道 究竟是他最老套的 最老套的 就是另一個世界 或者前世 或者是他的過去 或者是他的過去 那些什麼 因為 你玩了 你說超能力者 原來他們會忘記他過去 那我已經解決了所有問題 甚至我覺得 承繼回剛才我說的 副作用的設定 他爸爸是操縱記憶能力的 他的反射能力就是 令到身邊的人 全部都忘記了他 那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負面能力 不知道 這些都是麻芝說了 你老實說設定這些 超能力作品設定的東西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 復北他你發覺有些明顯的 還有其實你看到 他那個作品名 這個其實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跟 瑞星有關的 就是長期聚星 什麼 有關 他妹妹說的那些 對 對 你發覺他妹妹說的那些 其實我 有深思過 我覺得不是廢話 應該是有些端泥在裡面 想來一件事 我發覺一件事 就是他妹妹 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妹妹 經常煮東西吃 總是要放他這些 膠傳秘方下去 其實他妹妹 是不是沒有味覺的呢 即是他已經是 消失能力者 你或者你不留得這麼簡單的 馬之記作品 一向都有神秘果醬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你明白 在裡面所有女國 他有一些特殊的物品 例如 封止海星 正如回避的 變得有些問題 通常真的 你不知道 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 他有點乞意 因為我覺得她妹妹 總是覺得 有點怪怪的 是有些帶動元素 在裡面 加上他本身 他又經常看星 他又有其中一集說 我看到彩星 可惜看不到長期彩星 甚麼甚麼 我有想過 會不會 這些超能力 其實跟彩星有關 各類的東西 我有原想過 會不會跟這個彩星有關 那你很合理 你當年以前也是這樣 哈雷彩星 191幾年經過的時候 那些人說 很多謠言 又說地球沒有氧氣 又說甚麼甚麼 現在會不會跟他們說 彩星經過地球之後 大家就會有些人 會出現超能力 這樣合理 你跟黑智契者 那些東西 總之 在某一個時間點 不知道那些人 就突然抬頭看一個星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了超能力 那些死人力的設定 有這樣的機會 我只會比較留意 他妹妹的氣氛 因為他妹妹 其實跟超能力者 沒有絕對的關係 現在暫時這樣看 但是他妹妹作為一個 你想想這個作品 重要的角色 沒有多少個 他妹妹可以作為其中一個 我覺得 應該是一個挺大的 復活的角度 應該說有作用 他不會說 寫一些沒有作用的人 自然 我會說 神秘到我去到劇情尾都不需要解釋 但正正就是Angelo Beast和這套作品 所謂的設定位已經是多了 多到我們會在意 究竟你怎樣去修好伏線 這正正是我多擔心 重蹈Angelo Beast的伏線 當然他可能是說我再出遊戲 其實你管我這麼多 這些是我們365部的第一部 你出不出遊戲都好 你改變不了動畫是做得差的事實 我不要緊要做得差 他有麻婆豆腐 他有天使 我寧願當你說你第一次 你失手我都可以接受 你現在第二次 我自己的觀感我比較有保留 不是說很不好 純粹是看上去 我覺得我不知道你做下去 會是向什麼方向發展 所以我也不敢評價太多 如果你要寫得好的 老實說我都是說這些 Clorado那些 你開頭都是比較平淡 你之後都可以寫得很好 但是Angelo Beast那些 可以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他做什麼都有的 如果你說作為一套 動畫原創化的 那你Angelo Beast 作為一個試驗品 那你完成了 先不要說他的評價 你有了這個經驗 那可不可以把這個經驗 套用現在 在這套新的動畫身上 可不可以洗插污名呢 我覺得其實麻芝 是要靠這一套的 你不明白什麼都不用說 我明白了之後 我才可以慢慢理解你的復筆 慢慢理解你裡面的設定 才去慢慢感受你的感動 再展開劇情 觀眾會跟進去 至於單元基本上也肯定 其實你幾個重要角色 就每人三集這樣 肯定都是這類的 講一下自己的 背景講一下自己的歷史 加上環球 隨興 現在我們都看到 現在跟主角最好感情的 一定是高成 好感到 好感到 是不是好像Angelo Beast 最後的 我不知道 麻芝可能改變了 他是不是當成需要 你當高成是第一個 要消失能力 很明顯 他一定是炮灰 OK 我們到這裏 下一節繼續